清浅时光,追忆童年,一罐里,满载着甜甜的滋味,张树下,滑耳的石丝丝威风,校服前,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,每天和小伙伴们打闹着上学放学,翘皮巾,丢沙帮,装石丝,放风筝,大白兔的味道,院子里的鞦韆,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,回想童年的自己,一针针跳动的画面, 勾勒出我们,或许已经遗忘的往事,梦回童年,岁月带走了风丫头的脸脸脸,年轮模糊了野小子的见眉心眸,风雨带来了秋月斑白的彼此,双雪带来了刀和剑技的面旁,时光也许我们不再拥有天真烂漫的童年,但那颗心灵深处童心是让我们,拥有一双重新审视生活的眼睛,拥有一份永不服输的精神依托, 即使到了茂蝶之年,回眸之际,必然不忘初心,童年里的警察叔叔是什么样的,是正义凛然的大英雄,还是明察秋曹道黑帽警长,或是疯狂动物城里永不放弃的兔子警官,儿时的记忆里,你还能找到他们的备份吗? 70后的童年记忆中的警察,80后的童年记忆中的警察,90后的童年记忆中的警察,00后的童年记忆中的警察,归望最初的自己,总有一些片段,惊艳了岁月,惊认了人生,打动了心灵,何不翻看童年的纪念册,想必心中会激当起一样的感动,但可初心, 经过岁月洗礼更显示普真诚,那是时候揭开尘封的记忆了,八部警察叔叔,净花姐姐们的童年,开启时光机,寻找最初的你,儿时警察梦,如今仅凝人,长大后的他们,终究成为了曾经那个少年,最梦寐以求的模样,成为了一个有担当,有责任的人,成为了一个有爱心,又温暖的人, 有情提醒,无论是六十,七十,八十,还是九零后的宝宝们,以下图片,或内容,或于高能,可能引发笑喷或温类的,不是症状,主角们有人颜值逆偏,有人身体发浮,有人甚至开始早早的掉头发,但唯一不变的,是同体的那本初心,逢年的你,现在的你,前方高能,和中市公安局建东派出所所长张建峰, 还记得那个八十年代的暑假,没有模拟考试,没有真题试卷,没有平板电脑,假期里,完成了那本教暑假作业的测试后,一群孩子就聚在一起,玩警察抓笑偷的游戏,大家都抢装做警察,但从来都没想过,长大以后的某一天,自己真的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, 和中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教导员徐北豪,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,做一个粗暴安良深交正义的超级英雄,还提时带追追追的是福尔摩斯探二级和神探亨特,福尔摩斯的睿智缩密的推理,亨特内果感尽异的风采, 将自己成了警察本,长大后,我梦想成真,真的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,才发现,警察不仅仅要能抓坏人,还要维护社会秩序,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, 和中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副所长廖龙,小时候,老师,让我们说说自己的理想,科学家,宇航员,工程师,画家,校朋友们尽想说出自己的理想,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警察,因为警察叔叔可以抓坏人,是小朋友心中的大英雄, 所以,高考时广系警察学院,成了自己魂线梦营的象牙塔,也梦寐以求地圆了自己的警察梦, 和中市公安局八部分局侦查处民警鹏剑,小时候,我的梦想当一名警察, 抓遍天下所有的坏人,玩游戏时指引警察,不愿意连坏人, 眼神坚定,一脸无味,找到后才知道,做警察,很危险,但能抓坏人就值得, 做警察,很辛苦,但能包群众就满足,做警察,压力大,但穿上警服就光荣, 我虽没有最强大脑,没有适合远方,在破案无数,风雨皆成, 鹤州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民警青灰,从小到大玩的最多的玩具就是玩具箱, 打完不厌的游戏,就是警察抓小偷,而在小伙伴中,自己永远正义的化身, 有着打不完的子弹,用不尽的武器,将坏蛋们统统抓住的超级战士, 在真正破案后,第一次获得军众贷律时,做做了那个童年超级战士的警察梦, 鹤州市公安局大名派出所民警默红义,小时候,我以为当警察很光荣, 长大后,我才明白,光荣的背后,是与带徒搏斗的危险, 是风雨部署中的坚守,是与家园至少离多的心酸,虽然危险, 但我毫无畏惧,虽然忙碌,但我选择坚持,虽然不能常陪伴家人, 但亲缘们都选择理解,默默支持我的工作, 因为成为了警婚下光荣的一员,就要遵守承诺,反承而实的理想, 发布分局非接触犯罪侦查大队民警赵荣丽,小时候的警花小姐姐, 那么可爱,那么神气,那时候的你一定想象不到, 长大后的他,也能再和许多男孩一样, 正在打击违法犯罪的第一线, 赫州市公安局发布分局,进度罢免警戚失忆, 小时候的他已经展露出了一副迷之微笑, 现在的警花小姐姐,帅气的藏来传在身, 时光带走了很多,但几十年过去了, 眼神依旧如此专注,赫州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迷警于林, 打小就被电视上的警察所吸引, 梦想自己也能穿上警服,那将是最美的衣服, 从小就立志要当女警, 又为了这个梦想一直努力读书, 最后如愿以成为一名人民警察, 用志热来感受这一生的神圣使命, 把不分局警察公共关系和民警核心, 同年时光,早餐美好,不知不觉, 我们便已长大了,来不及启程, 便已成故王,命运成福却从未失去对生活的向往, 站在记忆的旅途,年华的来路与去路, 最美丽的时光里,我遇见了八部警营, 童年的警察梦,就这样定格在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上, 时光神斩,岁月如梭,时间无声无息, 带走了他们的滞满与任性, 渐渐的,他们长成了大人的模样, 当装备升级完闪亮的钢枪,帅气的警车, 他们学会了勇敢,学会了坚强, 也学会了用青春扛起头顶顶挥的荣耀, 他们坚持着实,那般天真无邪的梦想, 守护着不变的警察梦,不忘初心, 牢记使命,一路前行, 终有一天,他们会老去, 但总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注入, 为了我们共同的警察梦, 再出发, Ready Go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